我短暫的担任过国会助理以及议员助理之外 其实基本上跟政治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之前在念Master之后就一直在中国工作 就从事的都是模特以及演艺的一些工作 像我之前在上海就拍了两百支广告 那工作内容就是基本上就是好吃好喝微笑 没有太多的讲话的经验以及一些口才训练 那我对民众党的想法其实一开始我是注意到的是高宏安委员 以及我们的发言人就是陈志涵赞男小姐姐 本身其实对于这些工作能力很好 然后口调论述也很好的女生其实非常心深崇拜 看到民众党的立法委员正在招助理 然后就索性投了履历 经过梁氏面次就进入了民众党的党团担任国会的助理 我发现民众党给我们的自主性是非常强的 演戏的时候或是在拍广告的时候 不管我怎么做我自己 我还是必须是演出那种代言商啊 或者是广告商想要我呈现出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工作 我本身是可以完全做自己 阿伯各方面其实都还蛮鼓励 我们就是做自己 然后尽量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发挥到最大 也不管是跟媒体的关系或者是主持 甚至是到比较大的大选战 没有一个是我以前做过的 一路上我觉得不断地挑战自己 然后在一次次的进步当中 其实一直都非常有成就感 可能首先你会觉得说 柯文哲主席以及民众党的整个的论调 是不是你认同的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蛮认同这个理念的话 就是可以加入 在民众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有发言人对外角色 然后也有非常重要的 需要非常谨慎卸心的幕僚 还有我们分享非常多的 技术性的文宣同仁 那我觉得大家的个性都不一样 我觉得只要其实你本身 认同民众党的理念的话 无论是你是什么个性的人 你都可以加入 你都可以加入